台湾的城市中 有山城如九份新竹 有海港如基隆高雄 有古都如台南陆港 有水城如台北宜兰 但能同时兼具河海山城的壮阔 与历史文化的纵深 在台湾唯有淡水 国立历史博物馆到目前为止 典藏785件摄影作品 那么最早应该可以说 是从郎靖山先生开始 那么我们一路收藏 我们台湾摄影家的作品 那张转船虽然我们知道他是医生 但是他一辈子专心于地方风景的摄影 人文的摄影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有兴趣 能够典藏他的作品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有收藏张先生的作品 四十件 这四十件作品对我们而言 其实是非常珍贵的 因为很多的摄影家 比如说郎靖山先生 是以画意摄影为主 讲究画面的美丽 讲究画面的浪漫 而张转船先生 他的作品里头呢 是展现了另外一种 这个摄影的风格 我们讲叫做即时摄影 即时摄影有一个特色 就是能够把台湾的长眠生活 还有社会真实的面貌 记录下来 一方面不但它是一个 艺术的表现 二方面呢 它其实具有 档案跟文献的记录 这两者结合在我看来 张转船先生表现得非常彻底 一个在街上的一个医生 那他服务的范围是整个 淡水的街上跟农村 以前医生是要出到 那个病人的家里 他们称为王者翁进 那这样他骑着他的机车 是到处逛来逛去 我们在想象那时候的 他的那个经验 像带着他的相机 骑着机车去看看病 那有可能在这个沿途的时候 就留下了一些记录 所以我想 有时候这些东西 并不像今天我们讲说 一个摄影家 他有个意图去记录 他想记录的主题 可是我觉得 我们今天去看这个 50、60年代这一些乡镇 所留下来的照片 有时候他后面是有一个人 有个很清楚的人 他是有个性 有他的职业 他的喜好 那我想透过这个摄影 我们慢慢把张医生的一个特色 可以把它给描述出来 1998年的时候 张传成医师在整理他早期 拍摄了淡水 跟现在的淡水做一个对照 结果在整理过程当中 不幸过世了 那我们得知了这个 有意义的展览呢 我们就不断地去接洽 那也促成了淡水 张传成摄影纪念展 来成就他一生当中 对故乡的感情 张传成是小平鼎张家的人 那他1926年 他是日子时代 这个张传成他是非常出色的孩子 他自有就非常的聪明 他在求学之间 几乎都是全校名列前茅 在台湾大学医学系 他毕业也是以很优异的成绩 当时他毕业以后 也是在台大医院服务 但是张医师 他是一个对于他的乡土 是非常有感情的 因此他毅然申请了 调回到淡水的卫生所 担任在地的医师 我都叫他小学医师 因为他是开内科跟儿科 他一直是开后过了 后过了也是淡水人重要的生活世界 我现在在街上遇到一些跟我同辈的人 他因为当初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 所以他们的印象里面就是说 他们都来打过针 然后但是对我爸爸的印象 就是他一个比较不苟言笑的人 可是他对他们都非常非常用心 像说他用的药一定都是日本的 然后也不会说随便开药 或是随便应付 他的人随着点 自己都研究自己的事情 很认真的人 1920年代时 在台南嘉义行医的医生摄影家张清岩 就已经拿起相机 开始记录台湾世身的家庭生活 此后陆续有各地的医生 拿起相机 记录台湾的风景名胜与生活日常 医生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算是一个收入很不错 而且地位也很崇高的 那我们知道早期的摄影器材 其实算蛮昂贵的 那有些医生 他在闲暇之余呢 他可以负担的起买这些器材 我印象里面 他相机都不离声的啦 随时随地都背在身上 然后还有 我们去摄影旅游的时候 每次要集合之间他都不见 因为他就是到处在取景 他有订了很多的摄影的杂志 然后有很多拍的就是很唯美啦 摆姿势啦 然后角度啊 光线啊 但是他跟我们讲一个 在一个很好的景色里面 如果没有人那就是死人 所以他所拍的就是 有那个时代的 人、事跟物 然后你才能够想象到那个是 可能在一百年后想说 啊这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事情 那也可以看到他的相片 就是一九五六年的 是我正好五岁的时候 那甚至再早一点 然后就再拍照了 但是他后来是组了一个 在护尾摄影协会 他最爱拍的人是 我妈妈 所以我妈妈跟他 要出去玩等等 他就拍了五六七八卷 他平常生活是很安静没有错 不过大家每次讲到那个摄影的东西 哇他就 他就很乐意的跟人家 我就可以看到他的脸上就有笑容出现 那种光鲜都出现 淡水长期以来就是艺术家的故乡 艺文人士相继在此成立画会 诗摄影学会 面对河海山城的美景 创作出动人的作品 日志时代 年代有很多艺术工作者 他住在淡水 就像木下静癌 那他以淡水作为他 传播美学教育的基地 培养了很多淡水的 跟台湾的美术家 艺术家 也是因为这样子淡水在那个年代 可以说是台湾这个艺术家交流汇水的地方 李永陀他受得日志时代的教育 他是念淡江中学 他退休的时候可以在他老街的住家屋顶上面的书房 看到西窗就来画西窗的礼拜堂教堂 开了东窗就画老街 开了北窗想象他中寮的老家 开了南窗就汇出美丽的观音山淡水河 张钻船就如同李永陀一样 带着素仆关爱淡水的心情 直接而不休式地 把故乡的文化风貌如实地拍摄下来 引领我们去贴近淡水这块土地的日常 因为小平顶是我们张氏的家族 张钢供出巡呢 早年是淡水的一个重要的庆典 所以说呢 每九年都会有一个热闹的情形 然后每次呢 有些什么杀猪工啊 或是热闹的情况啊 我们都要到山上 那时候呢 我爸就会特别去拍很多这些的场景 我看他的这张那些民众 跟这个活动融入在一起 他的作品的珍贵就是这些 包括他夜间的那个狗仔戏表演 那些群众 西夫跟台上的那些表演者 都是融入在一起 就是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感情 能够这样透过活动 能够把它交集在一起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印象最深刻是 他记录他的张家族厕 那是清明时分 有十一个小孩 可以代表是当时他们张家 很旺盛的景象 那我们也说呢 这应该是很多人儿时的记忆 我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啊 不过在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亲戚 哇这个是 这是我大哥 你可以看到说 因为我大哥 他是在我们淡水这边平地生活的 其他都是小朋友都是在山上生活的 所以他唯一有穿皮鞋 穿皮鞋袜子的是只有我大哥 那么这一张是他往整回来的时候 在路上遇到这位签出工的先生 马上他就拿相机 我们从他的脚的步伐并没有停下来 这个是很自然的 那么这张看的镜头 他的意义不一样 因为他今天工作完了 那么有收入了 他的心情也愉悦 躲在这个回家的路上 遇到张医师 那么他牧师的张医师 共同来分享他今天的喜悦 从张医师这张 我联想到 在以前有一位摄影家 也是同一个年代 1962年拍的 那个主角是小女生 整个这个北淡水到这个北海岸 其实山区的农村景象 梯田是最佳的代表 那这个梯田现在大部分不存在了 像说这一张啊 他目前的人是在这个地方 有时候人会在这个地方 他会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为了要拍这一张 他等了很多次 去了那边很多次 然后才有这张作品 我想在这个老物旧观这样的一个景 其实在这两张照片合在一起 这个我也是觉得他 对摄影并不是像 过去我们看那个班 摄影协会 那个照片都好像有一个美的比例 那这两张所在呢 我觉得是蛮重要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水队 就等于是朵密班来讲 就是现在淡水的边边叫北淡水 除了水队就是郊外 水队就是当时 这个水浚来到都市 有一点磨磨 所以它很重要的一种 这种所工业生产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稍微高一点 所以它那个景观刚好可以看到 大屯山下来 那右边就可以看到观音山 大屯山带下来就是那个梯田 那个位置大概是今天的淡江大学 淡江大学的下面就是所谓淡水市街 再远一点 比较没有浮起来就是那个火车山的地方 那我想这个照片就很精彩的记录了一个 这种从街上要跑到农村的那种景观 今天如果我们为淡水老街 选一个有代表性的地标 而且呢是跟火车的记忆 旧的这个淡水火车站的记忆连结 那么火车吃水那个广场非常有代表性 这是目前的那个捷运站的位置 然后以前的那个火车是那个蒸汽火车头 因为我们这个年代是看不到这种画面的 然后它以前的蒸汽火车头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比较随气 所以没有这张相片的话 那完全完全都不知道说当初的火车是这个样子 而且是有画面 蒸汽火车 叫牛林清响 我对他这个作品印象特别深刻 他呢从七条通这里取景 拍了关一山淡水河 还有非常棒的淡水礼拜堂 我们淡水人叫七条通 那个是文化路新生路建设街 这个七条街道的交汇点 当时张医师呢就是从那个交汇点往水安排 留下了长老教会观音山淡水河 还有这个牛车的那个景象 在那个年代呢 很多位淡水的摄影家 唯独 所以说张医师的风格特质跟他们不一样 或许那个年代是做南京山的沙龙的影响 很多都是一般的沙龙为主 唯独张医师没有 他的那种创作的观念是符合现代摄影的一种失落 他真的有他的独特性 他的作品的表现呢 充满这个串透力 而且他的观察很细腻 对于那种瞬间的抓起 爆发力也很强 他虽然话不多 沉默寡言 但是呢从作品表现上呢 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作品充满了感情 那我想他把相机拿出来 其实并没有要去做一个什么创作 他就是把它给记录下来 所以你又可以看到他记录了那个在套圈圈 你可以记录在三角公园在卖凉水这些活动 这些小贩好像让我们看到 所谓淡水的街上的景观 它不只是商业的 它同于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的跟这种所谓社交 也就是说淡水的老街 其实是整个淡水街庄这些民众的一个客厅 他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很多都市的故事 他留下了当时很深刻的一些记录 而那个记录你现在还可以感受得到 而且我们有点点赞的 我感谢您的记录 我感谢您的记录 你自己的记录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下一次把你带到这种情况下 我们下一次的记录 我認為張醫生比較關注的是改變這件事 從他比較後面拍了一組蠻重要的 紀錄人的時間點就是關渡大橋的興建 這個對很多拍攝影協會 大概是在談一個美好的景觀 可是張醫生去紀錄的那個丹江大橋要接起來那一個剎那 那我覺得這也讓我們看到說其實他所關心的是 是他所生活的這個城市 他可能沒有講出來 可是我們讀到的是他對那個改變這個事情的興趣 他去紀錄的那個改變 所以留下來的那個作品 我們如果從這個作品再回去看他 他會去做一件事就是去拍他以前年輕的時候拍的照片 到後來他會再去拍今天長得怎麼樣 所以他把這兩張照片對照起來 我想讓他的作品開始又有一些深刻的意涵 那變遷其實不是講淡水街上的改變 其實是講淡水這個大的在整個北台灣這個區塊的作用 那淡水以前是一個地區中心 你從三支十門甚至巴黎的人都會帶淡水來買東西 那後來燈會道開闢之後 三支十門就直接跑到台北 在這種很快速的台北都會去的改變底下 馬上變成一個小的街上 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這個改變 而這個改變還沒結束 到底下個階段台灣要怎麼走 那我想五零六零到七零恐怕 台灣從一個農村社會要進入到工商社會 那個世界的人情味 世界的這種生活的品質正在慢慢消失 那可貴這個淡水街上到今天還在 那我想我們再回去看到張先生的那些作品 我覺得他的畫面好像紀錄了過去 可是我覺得那個畫面又好像未來 因為我是淡水人 我出身在淡水 尤其淡水經濟很漂亮 這都不符很可笑 所以以前很早我就開始淡水的方向一直學就對了 說淡水上有辦法拿這麼多 自己實在是覺得很高興 現在這個成果讓自己實在感到很高興 所以請問問問你們 謝謝副委員長 謝謝副委員長 謝謝師傅 謝謝科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